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往阿布辛贝的路上 有一个最特殊的现象 叫做海市圣楼 这一辈子 你有几次机会看到海市圣楼 你看前面那一片好像是水 其实不是 是从别的地方投影投射过来的 感觉是从雅士文那边投射过来 有没有 我觉得头前开始是水 其实不是 我们常常在新闻媒体 杂志还有历史课本 甚至地理课本上面讲的 海市圣楼 你有几次机会 能够亲眼目睹 这就是它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再回到了雅士文 在埃及 基本上从开罗之后 我们坐着火车 来到了雅士文 大部分我们就在雅士文 跟路克索这当中 坐着尼罗河上的河轮 游览着尼罗河两岸的神殿 还有撒哈拉沙漠的尾端 这也就是埃及 永远都是那么吸引人 真的 我不知道中老年人 对埃及的看法是如何 但是对我来讲 埃及太神秘太棒了 非常值得一来 环境条件虽然不是先进国家 但是它的历史文化 根本不是欧美国家可以比得上的 所以你到欧洲跟美国 你看到的都是埃及文物 他们已拥有埃及的古董古迹文物 变成是这个国家的骄傲 像大英博物馆就是咯 我们现在坐在河轮上面 不管你是喝红茶 还是喝咖啡 看着尼罗河畔 你看到了这里的东西 咖啡 红茶 还有小点心 虽然简单 但是它旁边的撒哈拉沙漠的景色 还有尼罗河畔 两旁的古迹 神庙 哇塞 这无价 真是无价 尼罗河是如何孕育古埃及文明的 古埃及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文明世界 很多人不知道任何的语言 任何的王国 但很有可能都听过了 独探卡蒙的法劳 那一说到古文明 我们想到的就会是埃及 向世界七大奇迹的金字塔 但更重要的是 埃及的文明从公元前三千年 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三百三十二年 他依靠的是什么 他依靠的这么长的时间 被历史学家称为一个超长的时期 看待的历史有很多种看法 我们可以认为历史是一段数千年长 关于哲学的一个对话 但是呢 或者是伟人之间的一种碰撞 或者通过过去忽视了人群 我们去看这个历史 女性土著 奴隶 搭历史物语 我们从各个角度去学习历史 看农业 流域文明 通过了自然跟地理的视角去看它 野蛮跟文明 深不可测的尼罗河 孕育出三千多年以上的古埃及文明 所以15世纪以后的欧洲列国 基本上能够掠夺埃及的 都会来到这里掠夺 它拥有埃及的 像法国习和广场上面的坊间碑 也是埃及的 克罗埃及亚很多的古文物 来自于埃及的 欧洲太多太多 都是埃及的东西 博物馆里面展示的都是埃及的 很多时候都是以前殖民 跟历史当中 争夺而来或买来的 也就代表了埃及的文明 震不震撼呢 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它的黄昏景色 它的两河流 古河流文明 所有的一切 我们来了 康孟婆双神殿 今天早上我们看过 阿波生殿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 这个有多长时间 有两百 两千两百米 为什么 因为这个神殿 不是在古埃及时代 在什么地方 在希腊时代 希腊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柱子上面那个部分 有那个希腊时代的风格 以前在这边 也有好多部分 小色彩 有没有很多 所以现在有那个 混色的预色的 到现在保存正好 以前也有很多 这些的都是因为 都很快 还有以前在这边 有那么多柱子 以前也有柱子的较高 那就很快 在埃及 马不停蹄的神殿之旅 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遇到一个很会讲解的道友 哇塞 那个故事听起来 就精彩万分了 康孟婆神殿 供奉了两位主神 阴神跟鳄鱼神 两个是兄弟 身份完全不一样 对立的 老阴之神 是正义的化身 酷季啊 不是网友的 是万恶之神 最罪恶的 坏人就在了 所以呢 老阴 让人民呢 乐土丰收 大家都感到他 那酷季呢 大家都没感到他 看他会知道什么 让死人啊 复活 来为他工作 种出来的道子 不能吃 都是要丢掉的 道会呢 都变成了黄金 国旗的败处就是 把刀子 把刀子做出来 都变成了黄金 不能吃 这个会变成坏神 我只能搞不懂为什么 但是呢 老阴呢 他怎样 他可以呢 把这个什么 种出来的道子呢 变成了丰收 可见的 古埃及人 都是黄金如粪土啊 如果是现在的你 你喜欢老阴 还是喜欢 酷季啊 斑驳的千年古镇 听着奇力的神话故事 我告诉你 来埃及啊 会不会说故事 很重要啊 会说故事的人 不是讲历史啊 是讲故事啊 开港的人 其实才是旅游的真谛啊 有时候其实啊 我们出去常听导游讲的 听 不能说天花乱罪的形容词用作了 讲的非常深远的历史 就是在我们听起来呢 会觉得什么 好像还好 为什么听了没 搞不清楚为何啊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变成了白话的故事 那听起来呢 就觉得很赞哦 也很棒 托勒密王朝 280年的时间 在这边建造了 全埃及 唯一一座 对称的双座神殿 但是神殿是两个啦 一个老阴 一个康季嘛 那它是对称的 昨边呢 先给正义之神 阴神叫做 荷鲁斯 康季呢 叫做索贝克 在这上面 你也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 那个老阴的头啊 我每次看到 那个老阴的头 我都觉得 他那个老阴的头 画的 那个雕的好像 麻雀的头啊 其实不是啊 株子上 很多漂亮盛开的花 是紫砂草花 紫砂草除了漂亮以外 它还被当时 拿来做埃及的枝草 事实上 埃及比中国的造子技术 还要来得着 但埃及的枝草成名较高 通常只有贵族在使用 所以你来到了埃及 你第一个会拿到的是什么 就是呢 紫砂草 做成的一些埃及的画作 康孟坡神殿 有16根的大原著 上面还看得到 当时的埃及艳后 虽不齐全 但是呢 真的 你看看这些雕刻 我的天啊 每一个都诉说它的文化 每一个都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这些雕刻 这些绳子 这些帝王传说 象征的都是它们的知识 以及力量 我们做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力 现在我们在 我们在 什么地方都一样 一个月有四个星期 是不是 能吃一天 一个月有三个星期 一个星期有十天 不是一个星期有七天 然后一个星期有十天 天天咱们送过上班九天 然后要休息一天 这个我们怎么知道 都在这边记住 到现在我们做阿拉乎仪 也有好多次 从那个天的相机会来的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如果今年年底是三十一号 所以以前那个国爱庭 怎么说说吧 现在 如果现在我要做饭 我一定做完了 我一定提出了 我要说什么 为什么 是一样的 好 在身体里面 我一直来说 不 这才能有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而且我们可以常常看得到 法老常常在做加冕 这个跟欧洲的国王在做加冕也很像 而且常常会看到 在埃及会看到一个图画 那个图画是什么 常常会看到 有人拿这个瓶子在倒 有没有 把那个瓶子倒出来 倒到那个 像是一个人的身上 其实那个人就是法老 而且倒出来的不是水 是生命之药以及权杖 代表了有生以及权利 鳄鱼神 老鹰之神 走出来外面 可以看得到唯一 在世界上可以看得到 唯一不是以人作为木乃伊的 就在康梦波 外面有鳄鱼的这个什么 木乃伊 所以智慧之神 很特别 在古埃及的文明当中 爱情浪漫 舞蹈音乐 美酒 收成 都是重点之一啊 那我们呢 隔了一夜 我们今早起了个大早 我们呢 来到了爱德福 一下船之后 第一个就是什么 坐上这个 哇塞 非常特别 非常震撼的马车 为何呢 因为这些马呢 看起来一点都不强壮 很瘦弱 那马在奔坡的时候 奔驰的时候 还可以 很天然的胡椒粉 不断的撒落 这个就是坐这个 马车的特别 而且这些马夫呢 看到观光客来啊 有如这个蝗虫过境啊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 会这个什么 蚊子色变啊 哎呀呀呀 那些人都走过来 但是你再换一个立场讲 不就也就怎样 讨生活啊 观光客来 谈的就是这样啊 所以有的人会 上车之后呢 常常遇到最多 旅游观光客 在讲的是什么 哎呀 那社会有包吗 其实呢 我讲真的 社会有包吗 都没关系啊 哎 你想想看 你就算多给他一个 五块钱 三块钱的美金 会怎么样呢 你知不知道 那五块三块 也许 就是他们一家人 三天的伙食费啊 哎呦 师比寿更有福啊 所以我常告诉很多人啊 懂得给予啊 不是把钱握在手上握紧紧的 一毛不拔 哎呦 有的人就是这样啊 为了一块两块呢 动啊 动怒啊 哦 音乐 来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 看看这个 史前就有高科技文明吗 哪里有高科技文明 但在埃及 为何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说 他看起来像外星人造的呢 因为他很多的建筑 用的数理 数学跟科学理论 到现在的人 都不一定很好解析 尤其是来到了 埃德夫神殿 很多人说这个神殿 它的整个外观呢 就像电脑 打开里面的这个主机板 一块一块的CPU 一样 好像电脑硬碟的插槽 很多人对于这样子的建设 哲哲成奇 这么大的建筑 你们这不是麻雀 我每次都说 那是老鹰 老鹰之神 埃德夫神殿 这就是这种品牌的 这种品牌的 我们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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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我说的最有名的两个神 太阳神跟拉神 他们喜欢坐在这个船上 有没有?阿萌 埃及所有的复制的太阳船皆不许照相 当时的真品呢 很多都已经被考古学校 欧洲的带走了 所以呢 目前在这里面神殿的 这个是复制品 它的赠品呢 放在法国 所以 一路上你才会发现 埃及跟法国密不可分 包含了巴黎广场的房间杯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啦 所以呢 你能理解吗 为什么法国人 拿走这儿 还要特别制造一艘 复制的太阳船 摆在这儿吗 一般不就拿走就好了吗 真品留下就好了吗 为何要把真的拿走 再放了一个假的在这边呢 法国人 好心建造的复制品 什么是好心 拿走就拿走 那这也就是特别的地方 埃及的各大神殿当中 也可以看得到的生命之药 很多的Omiyage 也都拿生命之药来做设计 很有梗的一个图像 还有它后面的太阳船 象征的 哇 这个 上下 民间跟阳间 梁世间 那从西原的古埃及 到现在高科技的世界 人的本质 都在执着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 死了 以后 的世界 不管几千年前 到几千年后 人 都想要长生不老 人 也都想要 怎么样 死了以后 能把 人世间的东西 都带走 所以人的本质 始终在那些死了 可不可以带走东西 因为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 就是变成了阴间 看不到的世界嘛 因为财富的权力 烧杀掳掠 谋害亲兄弟姐妹 幻化虚无之后 不晓得会不会后悔 为何在人世间的短短岁月 不能好好的对待彼此 所以你等埃及 你也可以看到 法老 为什么他做木乃伊 也就是希望 对不对 之后 人死能复生嘛 对吧 甚至呢 中国有很多的陪葬品啊 为何 也在证明说 人死了之后 能够把他在地上的权力 也带到阴间去啊 所以啊 才会有那么多的怪力乱神嘛 告诉你死后的世界 告诉你命运如何 未来如何 如果这世界上 真能看到未来 那就不得了了啊 但无论如何 人类是空虚的啊 永远都还是相信这些事情啊 所以呢 没办法啊 人就是脆弱了嘛 那人也因为脆弱 还好有宗教的信仰 才让人的心里面 得到了一些慰藉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 爱德福神殿 从里面看到的 这个后面的太阳船 你也可以发现 太阳船的意义在哪 为何会有太阳船 爱德福神殿 CPU 电脑里面的这种 好像复制品 很多人说 它是什么 外星人盖的 跟电脑里面的结构 结构 建筑 一模一样 是真的吗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 光从埃及上面 画的那些图案啊 埃及的古文字啊 哇塞 就足以啊 令人呢 怎么样 吸引你的目光啊 对 那么 对 对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将前往尼罗河的伊斯纳水渣门 这水渣门很大的治理空间 没有它呢 尼罗河上的上下游的落差 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哦 这水渣门吸引的特色 反而不在水渣门 反而在这些从船只靠近到水渣门 沿路上又划着这个小船丢上去 你看刚刚丢东西有没有 你看他们把这个丝巾、围巾、披风丢上去 这些小船呢 追着这些大船 就希望卖那么一条 台币大概一两百块的石金跟头金 卖给你 练就了无比的贝力啊 从岸边 从船上一扔就扔下来 它能够销售的时间 就在你过水渣门的这一刻 它必须想尽办法 把它手上的屋饼卖给你 你跟它买了 今天的这一顿 它就有了着落 你不跟它买呢 今天它这一顿就没有着落 它每天 它固定就守在这个水渣门旁边 等的一艘又一艘的观光客 漫天的寒假 砍来砍去的价格 丢上去的东西 看着吧 这图案你去哪里买啊 再来光是想到他们每天 站在这个河边 奋力了一丢 跟世界各国的观光客 在喊价钱 就让我足以 跟他买上那么一条了 所以每一次 我看到这一些人呢 与时间赛跑的小船摊贩们 还有那一些可爱的小朋友们 我就在想 原来他的爸爸 这么努力的划着船 追着这些大船 为的就是将他手上的一条浴巾 一条头巾 卖给船上的观光客 赚取一天的温饱 也就像小王一样啊 你每天不管很多人说我的时间怎么够用 适合是不够用啊 那就常常不断的工作在工作 为的不也就是三餐温饱吗 很多的中老年人 你看到这个年纪才来玩 为什么 因为以前都要养家 看着河边的小孩子们 看着他们 看着新奇的观光客 甚至呢 就我刚刚说的 等待着我们丢了笔啊 纸啊给他 让我们想到 活胜的中老年人们 对不对 中老年人们 你看你们怕变弃人啊 到六十块 五十几个月才出来去投 有没有 对不对 辛苦了 所以我当下呢 你看你看他们讲那个 真的有时候不会讲到的感觉 我希望 大家都能够感恩 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感恩 甚至呢 觉得自己能够出来玩 花的钱就是大爷啊 对啊 对于任何事物啊 对于服务人员的 那种态度之嚣张啊 叫嚣 忘记了人 最基本的本性啊 人本善良 还有呢 这四五十年来的那一种 辛勤工作 哇 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 最原始最原始的那一种 纯真的 有时候都失去了 想想自己年轻时候 那么苦干 要拼命的干活 为了养家 到了老年 好不容易才能够出来啊 所以有时候 会希望儿女们能够珍惜父母亲 他们辛苦 而忙碌 工作的一生 玩 要快乐 原本另外一个方间碑 现在就在 法国的协和广场 那些人 都在吃饱了 我都在吃饱了 要做了 这种人 我都在吃饱了 我都在吃饱了 等下 五十年来 我都在吃饱了 这种人 我都在吃饱了 给你 我都在吃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你知道吗?除了他们之外 陆克索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地方除了埋藏数十位法老的帝王谷 几乎不能拍之外 还有历经1900多年不断扩建全埃及最大的神殿 以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留下的精美石雕 都是陆克索非常重要的 从第十八王朝开始 为了防范盗墓、法老相继加林寝 隐藏在陆克索的土丘之上 除了陆克索的帝王谷之外 发现了63座墓穴的帝王谷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陆克索神殿 它的重要性 神殿最大的特色就是呢 立有134根大石柱的波柱金 虽然晚上跟早上看起来不一样 你看134根这么多根 每根石柱上 还可以见到众神以及法老的浮雕 你知道吗? 还有两座高度分别为二三十公尺的方尖碑 以及法老所留下的各自石雕 这里都是引人注目的特色 这里是陆克索神殿 三千五百多年的石柱 长达三公里的人面尸身大道 转而来到了陆克索神殿 这个特别的地方 你能够看得到多位法老的扩建 到拉美西斯二世到最高峰 让神殿处处都可以看到它的石雕 这就是它神奇迷幻的 值得一提的是 卡纳克以及陆克索神殿当中 常常会发现的一种浮雕 叫做繁殖神 就在影片当中 让我们注意看看吧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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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做配音的時候 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國家之一 最主要是埃及的文明 總是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也很興奮 埃及的古文明出現在公元前五千年 五千年以前的歷史 你看有多少東西可以說嘴 可以去講論他的神話故事 在約三千一百多年前 埃及才正式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三千一百年前 光聽這個歷史都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由法老統治之後的埃及 因此也稱為法老埃及 在西元前332年的時候 埃及被亞歷三大征服了 所以在古埃及的歷史來講 埃及他被稱為世界四大古文明國之一 也是最偉大的文明古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前商證 吉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